大家好,我是小编辑,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熬夜 熬夜形成了习惯,如果让他们八九点睡觉的话,其实是很难入睡的 而且还有一些中老年人正处于上游老下有小的阶段 因为心中有很多顾虑,劳累过度,所以一到晚上就不容易入睡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失眠 在这个特殊的期间,小编建议大家别忘了多吃这三种食物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快速入眠 如果你经常最近也是失眠的话,一定要多吃呢 一就是猪肝 猪肝是猪肉身上最常见的器官 它里面很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铁钙的营养元素 它的营养价值可是猪肉的一倍多,既能补气血还能够养心安神 小编推荐大家可以将它制作成尖椒炒猪肝 每周适当的吃一些,对缓解失眠是可以起到疗效的 再来就是黄花菜 干黄花菜也被称为金针菜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天气寒冷的时候,多吃它可以清新安神止渴化痰 如果你最近失眠睡不好的话 小编建议大家可以多吃黄花菜 凉拌黄花菜是最好的选择了 再来就是木耳 木耳是一道清肺润肺的好食材 过年大于一道肉吃多了 我们在家别忘了多做一些炒木耳吃 尤其是东北的干木耳,它里面含有较多的营养物质 大家可以将木耳和鸡蛋一起炒着吃 木耳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具有益气强生,养血助盐的功效 而且常吃还能够收通肠胃 排出残留在肠道中的垃圾和毒素 让你的肠胃越来越健康 黄花菜具有安神增进的功效 可以促进大脑进入休息的状态 还能够促进大脑内的血液循环 从而提高睡眠质量 所以大家也可以将木耳和黄花菜一起炒着吃 这道菜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和生活紧张的年轻人使用 隔三超五吃一次 失眠好了肠胃也越来越健康了 可惜很多人都不懂这个食谱 此外木耳还可以搭配猪肝一起熬煮成黑木耳滚猪肝汤 这两者搭配不仅能够调节黑眼圈 还能够补益血气呢 黑木耳猪肝汤具有补益血气活血化瘀的功效 中医认为如果过度劳累 夜眠不干 就会容易出现肝湿疏泻 疲韵不利 气质血瘀的症状 眼睛周围就会出现黑晕 所以大家经常饮用此汤有助于预防以上的症状 而且如果妇女气质血瘀 月经不调 惊奇腹痛黑眼圈 脸上出现黄鹤斑 也可以常饮用此汤来进行调理呢 所以小编建议生活和工作压力大的朋友们 经常出现失眠的症状 建议你们多吃这三种食物 让你改善睡眠状态 一觉到天亮 这样才可以拥有更好的健康呢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